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近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北京 上海等多地是纷纷的推出新的举措 恢复市场活力 春日经济可以说是在持续的升温 那么近期多地促消费有哪些新的特色 春暖花开之时如何让消费真正的旺起来 为了这个话题今天一起来讨论 演播室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 一位是万哲 欢迎万哲 另外一位是杨复江 欢迎复江 好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多地在促消费方面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 3月23号上海发布进一步促进和扩大消费的15条措施 重点围绕全年消费节庆 提升商业空间品质和优化消费市场环境等五个方面 大力提升市场预期和信心 北京启动开门迎春2023文旅消费系列活动 近日北京亮马河全新开行 游船连通从燕沙码头至红领金公园共6公里的航线 夜游项目包括游船体验 光影桥体 文化空间 美食体验等 涵盖文商旅液态 打造多元新消费 沿河的两湖24桥18景 游客仿佛被包裹在星河之中 游船上美不胜收 两岸的活动也精彩不断 文创产品展示 水岸演绎 夜跑滑板等等 人气十足 这个三月 辽宁推出三折消费月活动 餐饮 文旅 体育 便民生活等九项重点活动 满足不同人群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在广州 多条步行街区增加了每周一次不同特色的创意集市和促销活动 吸引大批游客购物消费 在哈尔滨 当地利用各类网红打卡地 打造独具风格的时尚创意商圈 为消费添活力 重庆结合山水环绕的特色 设置八余特色滨江商业街区消费新场景 客流量持续攀升 在青岛 百年老街区经过升级改造 游客较往年大幅增长 还带动周边商超销售额同比增长20%以上 成都利用河边休闲场地 立交桥下等闲置空间 设置自行车 皮滑艇 篮球等运动场 构建家门口的消费圈 贵阳近年依托15分钟生活圈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 培育百余家特色小店 在厦门 一些社区因地制宜发展起特色餐饮 新式书店等新业态 已建成便民商业网点6300多个 刚才我们看到在提振消费方面 全国各地可以说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万哲 你觉得在这一波丰富多彩的举措当中 体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我觉得主要的新特点应该说是越来越系统化了 我们既然把今年当做一个新的消费年 那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个系统化的设置 应该说还是很全面的 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说它是一个旧的和新的结合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它实际上把旧的一些景点 就是传统就已经有的一些小吃街也好 或者是景点也好 有些风情街也好 然后在它那又开始进行一些新的设置 包括它那北京亮马河 那么它就是我现在有一些游轮 有一些灯光的投影等等 所以它实际上是新和旧的结合 那么第二个是点和面的结合 点和面的结合就是过去可能在饮食上 或者是说在文化上 或者是说比如说在有一些这种景点上 它可能是一个点 包括像博物馆我们看到 那么它就把整个的 比如说我们把整体的这个城市的博物馆 都连成一个面 那么可能能够让大家在消费的时候 就是说给你设置一个很好的日程 然后再讲解 在门票 在时间上 都给你更好的服务 因此就会使得大家觉得说 过去我知道这个点 但是那些点我并不是太清楚 像有了面以后 我就能够全面的一下子 就都是我想要去消费的地方了 那么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 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烟火器 和一个高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所谓烟火器我们看到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都在强调说 我们要发展夜间经济 要发展一些便民服务 使得大家消费起来更方便 更愉悦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强调说 我们要高质量发展 要这个品牌文化要打响 还有就是要强调有一些首发 就包括一些高端产品 比如说品牌 它的首发能不能放在我们这 就基对这个品牌是一种增值 对这个城市 对这样的一个就是 整个的文化价值 也是一个增值 最后咱们看到系统化 就是说它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 就过去咱们看到 一般来说促销费 就是说现在我们给你发个消费券 是吧 我们就促销费了 但我们看到现在 实际上是一个很系统化的工程 包括像上海的这个出台以后 发现说它在一年当中 有每一季都有不同的 比如说节日也好 促销费的这样的 整个一揽子的这样的一些工程都好 实际上把整个的时间 都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而且是层层推进的 所以它在时间和空间上 已经有了很好的结合 所以咱们就说从以上四点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就方方面面体现出的 在系统化方面所花的这些心思 那花了这么多心思以后 富江你的观察 就是这些措施 有没有真正的起到效果 它在促进消费方面 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明显的效果 我同意万折的观察 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都明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放在优先位置 所以可以说今年是一个消费提振点 那么我们的观察 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么多特色 那就要围绕好这些特色经济 它是实现促消费正循环的 一个必然的路径 也是有效手段 那么我想用三个词来概括 刚才万折提到了三个结合 我想说三个词 就是快 外 和 帅 第一个快是什么 其实就是及时零售 这个急是利急的急 就是利急的意思 所点及所得 我们以往说到 这个实现三日达或者四日达 太慢了 我们现在要实现分钟达 所以有网友说 家里纸巾 牙刷 洗衣液 根本不用占地方 我真要想用的时候 再手机点一点 喝杯水 溜到几步 伸个懒腰的功夫 就送来了 骑手会从附近最近的商超 最近的便利店 以比较合适的价格 给你送过来 关键很快 还有的网红小零食 也统计说夜间的订单量 占到全天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及时零售的发达 这个年轻人在家里刷着剧 或者跟朋友聊着天 突然间 我想吃个什么东西 几分钟就能到达 所以就很方便的 让这些年轻人 可以快速的满足自己 突然的这些 这个冲动的消费 可以犒劳一下自己 这是快 而外是什么呢 今年三月上旬 杭州以杭州为代表 他瞄准了春日经济 他适当的放宽了 外摆的一些条件 也就是说在一些商圈 或者一些夜间经济的示范区 他鼓励外摆 鼓励这些户外的商业活动 也就让一天都在写色楼里 或者在家里宅着的 这些上班族 他也想体验一下 我在星空下喝杯酒 或者春风沉醉的夜晚 吹着晚风的感觉 他会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而第三个呢 说帅 就是随着我国县雨经济的发展 现在很多年轻人发现 老家的县城 现在变得越来越帅气了 以往在一县城市 才能看到的这种大型的 购物中心的连锁 或者我们说到这种 一县网红奶茶店 这些快销品的店 现在老家也都有了 所以网友说 我总有一种感觉 老家在背着我 偷偷发展的这种感觉 还有蜜桃 蜜石头脱 剧本沙 围炉煮煮茶 这些新业态 现在在县城 也都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种种的特点 都会让我们的消费 越来越新 而体验也越来越好 这样越来越便利的消费 也让我们的整个经济 不知不觉之间 就拉动起来了 那么除了在想办法 拉动消费之外 各地现在也是在各种 配套服务上 进行了很多周密的安排 比方说 随着清明假期临近 很多地方都专门的 开通了旅游专列 来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 来了解一下 近日 成都铁路开行的 熊猫旅游专列 带着近200名旅客 首次走进云南丽江 最终到达西双版纳 途中旅客可前往 丽江古城 玉龙雪山等知名景区 不仅可将西南地区 广袤景色一览眼底 而且还可以深度体验 穿颠两地的新变化 车外可感受民族特色文化 车内也同样精彩 多功能娱乐车厢 设有唱吧 书吧 阅读区等 不同活动区域 同时还可以欣赏到 穿剧变脸等 具有浓郁窗位特点的节目表演 除了调酒 茶艺等专业服务 还能品尝到沿途的特色美食 我们在列车上 为旅客准备了熊猫套餐 以及牢骚汤圆 水饺 超手 薄薄鸡等特色小吃 满足了旅客的多样化需求 丰富旅客的出游体验 从3月24号至4月24号 南宁铁路加开湛江至星义 南宁至张家界两对旅游列车 各地的铁路我们增开旅游专列 因为大家是预判到在清明前后 出行需求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万哲你如何判断在清明期间 出行到底会出现一些怎样的变化 这些增开的专列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大家带来便利 我觉得今年清明 应该咱们说是在疫情后的第一个清明 所以说应该说 我认为出行整体的旅游等等的消费 应该说还是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出行方面 其实大家目前的整体在消费上的需求 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 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我就记得我有一段时间 就特别不喜欢坐火车 因为觉得坐火车它时间比较长 然后整体来说就觉得会比较枯燥 就是比较乏味的感觉 但其实就看一下 就是过去咱们看到欧洲有一些 那么它有一些这种旅游的列车 实际上相对来说就开了仙河 做得比较好 那其实跟豪华邮轮 就应该说有相同的道理 那么它拓宽了一个 咱们说作为出行交通工具的 它的一个其他的多样化的职能 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 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向 因为咱们国家幅员辽阔 所以其实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是脱家带口的 其实不光是说到景点去 我要到那打个卡招个相 是吧 主要还是享受说和家人在一起 就是度过的这样一种幸福时光 那如果在一个出行的这个过程的旅程当中 过于乏味时间比较漫长的话 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把这个时间浪费掉了 但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本身也享受到了多样化的服务 是吧 我们看到它这个火车上面 不但可以享受到美景 美食 而且非常的舒适 一家人呢 又能够其乐融融的在一起 有一些娱乐项目 甚至上面呢 还有人给你表演 就像是你到了一个 能够行动的茶馆里一样 是吧 那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呢 大家就会更加的愿意进行出行 因为出行呢 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 咱们消费升级的表现 这个消费升级就在于说 过去咱们去旅游 可能比较注重的说 是我的一个单向性的目标 我到了这儿 我到过黄山 我到过泰山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更加注重自己 这个情感上的收获 这种获得感 幸福感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目前 这样的一种专列的形式 办得越来越多样化 丰富多彩 能够注重这个情感的 这种需求和抚慰 我觉得实际上 应该是未来出行的 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就加入这些元素之后 这个火车就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 总共成功它自己 都可以成为一个文旅项目 没错 因为在这个清明前后呢 我们历来是有踏青的这个习俗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 各地的文旅项目呢 也是特别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 那富江你觉得 现在我们身边这些文旅项目 还有多大的一个空间可以挖掘 这个文旅消费的这个链条 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加延长一些 比如刚才问者所说的这个旅游专列 它就是一个延长链条 或者说增加内涵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刚才提到了 就是以往我们认为赶路不是旅游的一部分 我的目的是要到了这个地方 好 我要收拾心情开始旅游了 但现在整个路途它就是旅游的一部分 其实刚才万哲说到一点 它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 天时是什么 我们国家这种季节特点 春花烂漫 各地的山花都开了 地利各地会发挥自己不同的地域特色 而带来的人和 就是游客的心情感到很舒畅 我们看到文旅部最新的测算 说预计今年全年 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会达到45.5亿人次 什么概念 相比去年同比增长80% 而旅游收入呢 国内旅游收入会达到4万亿元 会同比增长95%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以旅游专列为特点 我觉得它解决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把国内的不同的旅游景点 进行的串联 因为以往我们说到铁路 它是A城市到B城市的一个通勤 不管是东站西站南站北站 它是城市到城市的通勤 但是有些人呢 我对市中心不感兴趣 我就是奔着景点去的 所以它到了这个城市以后 还要辗转做一些郊区的旅游线路 很麻烦 而这次我们就是景点跟景点的连接 更加适合一些人的精准的需求 而第二点呢 这次的连接把一些原来呢 比较偏远的景点 纳入到线路当中 所以它解决的是 以往游客向而不往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点 这个景点在这个城市当中 不算是一线的 可能算二线三线 以往我也听说过 但是呢 我真要去到达的话 我可能也觉得有点折腾 我也觉得不方便 但现在直接给你编织进一个旅游的线路网里 你稍带手就看了 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你把ABC三个T次的景点全看了 对 所以它就把一些偏远的景点 或者一些之前没有被人重视的美女 给挖掘出来 没准以后就会慢慢变成网红 变成一个爆款 而第三点呢 它这些旅游线路的特点 吸发招致 节省时间 节省这个 我在酒店上的支出 同时呢 快进漫游 就是路上没有景点的时候 我就快点开 但是到了景区当中 山花烂漫 我就慢点开 坐火车 它就是旅游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 在这种车上会特别 专门配备一些 增加一些医护人员 就因为你在车上待的时间很长 保证你旅游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它种种解决的痛点 其实就带来了更多的看点 和更多的我们的兴奋点 对 所以这个旅游专列呢 是不仅仅是提高了旅游的效率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呢 也是成为我们这个文旅项目的 一个延伸的一个链条 一部分 好的 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一些 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的消费项目之外呢 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项目 新场景 新模式 也是出现在我们身边 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体验 我们继续来了解 中午11点 在深圳一家商场顶层平台上 一架架无人机停放在停机坪 工作人员将传送带上的外卖扫码装箱 再挂上无人机就准备起飞 在几公里外的目的地 有智能空头柜等待接收 降落后 顾客评取剑马取餐 方便安全 就大概8到10分钟 比平常我们点外卖 能省个小半个小时 春夕路商圈是四川成都的核心商圈 近年来 罗眼3D 5G示范街区等新场景 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文化体验的同时 也给商户们带来了客流 对于我们商户来说 很多智慧的场景 为我们引流增加了渠道 通过线下线上的一个融合 提升了我们的销售额 商户通过智能导购 云货架 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 让消费者体验到 消费服务的便捷与智能 新技术的使用 能够更好地提升消费体验 而以新场景 新服务为特点的新型消费 深受众多年轻人青睐 在上海杨浦区的一家 以城市露营为主题的餐厅内 十一顶帐篷从室内延伸到室外 负责人表示 近期和露营相关的 各类场景消费不断升温 店内的客流量明显回升 尤其周末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近日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开展消费提振年系列活动 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 着力促进消费升级和潜力释放 一方面要恢复传统消费项目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也要努力地去发掘新的消费场景 万哲你觉得刚才节目中提到的 无人机送餐 还有罗眼3D 以及5G示范街区 等等这些新的消费场景 对于提振消费 它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起到挺大的作用 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发掘新场景 来促进新消费 包括看到 在一个新的消费场景当中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多地 用到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新技术和手段 我们要看到实际上随着消费升级的这种态势 应该说咱们的消费需求 其实是越来越 就是审美上越来越前进了 就过去如果你还按照一些比较传统的想法 说他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些人造的东西 是吧 或者那东西比较粗利 可能消费者是并不喜欢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打磨得更加的高精尖一些 那这样依赖新的技术 另外一些呢人们也喜欢一些传统呀 质朴呀 自然的这样的一些环境 但是它如何成为这个消费的新场景呢 可能就需要提高它的便利度 而过去想要提高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边远的古镇啊 是吧 或者是高山上啊 或者是说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露营啊 那么要提高便利度 它的成本就很高 现在用新科技的方式呢 包括咱们看到比如说送外卖也好啊 或者是你要买一些比如说工具 现在要用 那么很快的就可以给你送过来啊 这就使得说你虽然身在一个好像比较偏远的地方 一个比较古朴的地方 但是你享受的服务却是最现代化的 是随时都能够叫得到的 那这样的一个呢 我觉得才是一个咱们所说的真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你既在中国 但是呢你觉得说 这是一个最中国古老的场景 那其实呢我也非常的现代化 所以我觉得呢 这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利用新技术 新技能 以及新的这个想法 来发掘新的场景 以促进我们新消费 对因为大家其实在消费方面 很多方面的这个要求 是比以前要提高了很多 而这些新的场景呢 恰恰能够满足这些新的一些需求 那福尔你觉得还有哪些消费场景 就除了我们刚才节目中提到的之外 还有哪些新的消费场景 是值得我们去花力气去发掘的 对花力气的 刚才万泽也说了 要兼顾已有的传统消费场景 去发掘新的消费场景 对 而我的观察呢 这个就要唱好促消费的重头戏 如果说唱半场的重头戏呢 是我们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我们去有一些调整 而下半场就是如何把这些 变民的措施落到实处 所以我认为重点的 应该围绕民生谋片布局 比如说这次商务部就提到六个一 让我感觉有的地方呢 我们发展的非常现代 但是可能这六个一当中 有一些我们已经舍弃了 现在要找回 而有一些还没有能够便利到 这六个一的程度 比如说发展这个一店一早 一个店呢就是便利店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社区 都能实现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 有一个便利店 大家不管早晨几点 或者半夜几点 能够很方便的 及时送达也好 我去买也好 一早呢 早点店 早餐店 这个是民生气 这个是烟火气 还是要保证 而补修 这个一菜一修呢 一菜就是菜市场 而一修呢 是现在已经被一些高档社区 所忘记的这种配钥匙 我们现在可能配个门禁 或者修个拉锁 修个鞋这些 便民措施 我们还是要保证 而同时呢 服务好一老一小 老是老年看护 而小呢就是幼儿托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从六个一的角度 来补齐民生关切 来为民生谋偏布局 我觉得这个是提高消费质量 或者说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 提高生活质感的 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就这样一些新的消费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噱头 而是真正在满足 人们的一些需求 这些需求呢 不仅仅是可以给大家 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 而且也是可以成为 我们经济增长的 新的一个增长点 好的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老红涛 春回大地 人们纷纷地走出家门 赏花 郊游 露营 休闲 春日经济真的是在持续地升温 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 各地也是在持续地推出 新的举措 提振消费信心 商务表示说 着眼长远将会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 着力促进消费升级 和潜力释放 对广大经营者 商圈以及文旅从业者来说呢 要在新模式 新场景 新服务上下功夫 满足民众多样化 个性化 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让消费市场更加晃起来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两个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